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更做自己主 來當快樂 想弄酥 好棒 我們採了好多草莓 來 我們一個人吃一個吧 好啊 好大顆喔 我要吃這個最紅的 這個 好不好吃 好吃 酸酸甜甜的耶 那珮琴呢 等一下 我還不要咬 妳咬太大口了對不對 妳吃太大口了啦 好吃嗎 妳覺得 好脆脆的耶 脆脆的 真的耶 咬起來很脆 咬皮呢 咬皮就覺得那地方比較脆 那你們知道草莓有神奇之果之稱嗎 為什麼會有神奇之果之稱啊 我知道 因為它很神奇啊 對 它很神奇 而且可以減少我們身體的油脂 還可以讓我們變漂亮喔 難怪香草姐姐妳這麼漂亮 因為我很愛吃草莓啊 草莓呢 它有神奇之果的稱號 是因為它有豐富的維生素 果膠還有膳食纖維 最重要的是它裡面含有天冬氨酸 可以排出體內很多不好的物質喔 哇 也太厲害了吧 小朋友 我們一起趕快來認識 這個神奇的草莓 快樂小農夫 採草莓啦 來… 這個就是農場的主人 幫幫姐姐 妳們好 幫幫姐姐 妳剛剛蹲在這邊 在做什麼啊 我在幫草莓整理葉子啊 因為草莓有過多的葉子 我們要把它整理乾淨 不然裡面下面會躲蟲也會生病 對 它就像是人要整理頭髮一樣 讓它變得很乾淨很漂亮 對 沒錯 要定時幫它修剪頭髮 這樣子他們才可以 漂漂亮亮的迎接大家 對 那幫幫姐姐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草莓有哪一些種類嗎 像在台灣的話 其實有很多品種 那在我這個園裡面呢 我們目前有六個品種以上 像我們現在在的這一區叫做 蜂香草莓 蜂香草莓 對 蜂香草莓其實在台灣 有非常久的歷史 有六七十年以上 所以像我的阿嬤都只認 這個才叫做草莓 其他的草莓 她就說那不是草莓喔 為什麼 為什麼其他的草莓 就不是草莓 因為其實阿嬤他們小時候 吃的這種草莓 它其實是畸心形狀的 不會太大顆 但它長得就像水滴形狀 阿嬤都覺得這個才叫做草莓 那甚至到我們其他 還有一個叫桃園四號 那桃園四號呢 其實是桃園改良場 改良出來的品種喔 它的特色是 它其實長得會非常的巨大 它本身的特色 像在去年的話 它的草莓果實有我拳頭這麼大 對 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 你們有看過這麼大的嗎 沒有 沒有 而且還有一個特色是 它聞起來非常的像糖葫蘆 對 沒有吃過耶 對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找找看 我們就可以找到那個 糖葫蘆口味的草莓 幫幫姐姐說 我們的風香草莓是水滴形狀 你們還有看過其他形狀的草莓嗎 我有 我看過屁股形狀的草莓 屁股 兩個圓圓的 像山丘嗎 對 那佩琴呢 那我有看過愛心形狀的草莓 愛心形狀的草莓 長得很漂亮耶 也是上面兩個人人 然後下面就尖尖的 所以其實草莓有非常多的種類 對不對 那像草莓 它適合生長在什麼樣的環境 跟季節裡面 其實我們在採草莓的時候 是不是都在冬天 所以草莓其實是喜歡 冷涼的天氣 它其實最喜歡的生長室溫 其實是在那個20度上下 所以你在夏天很少有在看到 人家採草莓對不對 對 你這邊有看到白色的嗎 這個 這個就是草莓的花 它需要一定的冷涼 它經過吹冷氣以後 它才會感受到我該開花了 它這時候才會開花 慢慢生長出它的果實 好 那你們有看到嗎 你看了 花花是白色跟黃色對不對 對 我們看它同一串裡面 是不是有綠色的果實 對 我們等一下我們在過程中 可能都會看到小蜜蜂 在幫它做授粉 這個花花授粉完以後 會長成綠色的果實 慢慢的膨大 當它膨大到一定的大小以後 受到太陽光的照射 就會慢慢轉成這種 像是粉紅色的草莓 甚至是會轉成像紅色的 有沒有看到紅色的草莓 有沒有 好漂亮的顏色 所以一串花炸出來以後 它們有老大老二老三小妖 所以它們又分別不同的成長的時間 很漂亮 那草莓它怕下雨嗎 對 草莓其實它是很焦貴的水果 草莓碰到水以後很容易 如果沒有吃掉是不是很容易 就爛掉了 如果放在冰箱對不對 對 草莓在田裡面也是這樣 所以像我們下雨天 就要瘋狂的 把壞掉的草莓丟掉 它才不會傳染出去 會影響到其他健康的草莓寶寶 這樣子就整個天理的草莓 都不難吃了 對 所以像下雨天 我們就會一蘭一蘭的倒草莓 對 好心疼喔 對 棒棒姐姐 我有個問題想問 像妳剛剛說 草莓很焦貴對不對 對 那它有沒有 它的天敵 或者是它害怕什麼東西 好 草莓其實 我們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歡吃 對 所以蟲蟲跟餅也超愛吃 譬如呢 像有一種蟲蟲 它很小 我們看不到 它是我們草莓龍最害怕的 它叫做祭瑪 祭瑪 祭瑪會做什麼事呢 因為它很小 它吃它的時候 它就會用它的嘴巴 去啄這個葉子 或是啄這個花花或果實 那啄完以後 就像是我們受傷一樣 我們手是不是會結痂 會醜醜的 所以人家看到這個草莓就說 這個草莓怎麼醜醜的 老闆妳這草莓不好看喔 所以我們最害怕的就是這種蟲 它其實受傷以後 你就會看起來髒髒 不好看的草莓 看起來大家就不想吃了 那要怎麼樣防治這個祭瑪 有看到白白的這個小飛碟嗎 這個嗎 Yeah 這個 這個裡面呢 其實是我們台灣的一個技術 它把這個祭瑪的屍體們的味道 藏在這裡面 所以祭瑪來以後就想說 這邊怎麼這麼多同伴的屍體 一定有問題 我不要來 所以這樣子避免他們來這裡 那我們可以拿起來聞聞看嗎 可以沒有問題 好佩馨妳來跟玉璽聞聞看 沒有什麼味道啊 玉璽聞聞看 橡膠的味道 橡膠喔 橡膠喔 就是橡膠的味道 對啊 沒有實體的味道 還是妳聞到的是白色的那個 對啊 我也覺得是橡膠的味道 可是棒棒姐姐聞不出來耶 對 因為我也聞不出來 對 這個啊 常常在養這個蟲的 一拿起來就說 對 這就是整把年始祭瑪的味道 就是這個味道 對 所以他們有在養蟲蟲的就說 就是這個味道沒錯啊 對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種草莓有很多學問 那現在呢 就要請棒棒姐姐 來教我們種草莓了 耶 沒有問題 走 走 現在棒棒姐姐要來 帶我們種草莓了 耶 那棒棒姐姐 我們要準備什麼樣的器具 來種草莓呢 我們只要準備兩隻手 兩隻手 還有草莓苗 草莓苗 接下來就是我的神器來囉 登登 這個要做什麼啊 這個是腳踏車的頭吧 很像加油的耶 打氣打氣的 好 因為我這樣拿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把它鑽洞 我們現在就來直接種草莓 給你們看囉 好 前面這個呢 其實就跟我們草莓苗 它的杯子是不是一樣高 差不多高 對 所以我們就用它的挖洞洞 好 我來示範一下 我們先把它放在這個洞洞上面 有沒有 好 輕輕的用身體的力量壓一下 壓到這裡就好了 轉一轉 跟Oreo一樣 拿起來這樣就可以了 下面有一顆石頭 石頭把它拿走 好 我們這樣挖完以後 是不是一個洞洞 對 現在我們就要拿出我們的草莓苗 那草莓苗有一個地方 你看看 它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這個是媽媽的位置 媽媽在那邊 匍匐進過來以後 我們把它接身 它就變這樣囉 媽媽的位置是在哪裡 媽媽其實應該在這邊 媽媽是它的旗袋 這是它的小孩 所以這是它的旗袋 對 然後這個葉子就是它的小孩 所以我們種草莓有方向性 有方向性 所以旗袋應該要朝上面 旗袋要朝遠離果實的地方 遠離果實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種 這個草莓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草莓是不是要從外面這樣子 我們比較好採 對 所以媽媽的期待要照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種反過來草莓都會卡在中間 你會產生到它 對 這樣知道嗎 所以葉子朝我們外面要採收的地方 對 媽媽的期待我們要遠離我們 那我們種的時候 輕輕地把這些葉子拿起來 像在綁頭髮一樣 然後反過來 把這個拿起來 這邊就有草莓的根 有看到嗎 有 我第一次看到草莓的根 這邊 對 然後這個白白的代表它很健康 它現在狀況非常的好 那我們把它種下去 對 那種下去我們剛才有挖一個洞了 對 我們其實就是把它種下去以後 稍微用手把旁邊的土 壓一下 讓它們兩個合在一起 這樣子草莓種子就OK囉 這樣就好了 對 有看到這個小摩摩桶嗎 在哪裡 摩摩 好摩摩 它在表演特技 最後面已經開始硬調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就可以讓它結束 很漂亮喔 好可愛喔 夢幻的聖誕樹跟聖誕老人 來得快樂小豆子 太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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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問題 請說 那在家裡能不能自己種草莓啊 可以啊 你看我們現在在田裡 所以種在這邊對不對 對 在家裡你用你的花盆 或者是不管是圓圓的 長長的都可以種 那種的時候一樣 我們要幫它挖一個洞 讓草莓苗住在裡面 那你剛剛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在種的時候呢 這個草莓 我的土都沒有把它蓋住對不對 對 因為蓋住了草莓很容易會壞掉 它就只有一個梗而已 它如果被蓋住了 很容易就會爛掉 所以我種的時候 其實它的這個梗 我們讓它稍微有一點露出來 它跟旁邊的土平平的 那我們在家裡就是 只是要幫它下一個肥料 幫它做澆水 然後讓它照太陽光就可以了 好 玉琳你來種種看喔 搖下去喔 用全身的力量加油 可以更大力一點嗎 用力用力 需要哥哥來幫忙嗎 我來幫你 他長長很像在打氣耶 到這裡這樣可以嗎 轉一轉 轉一轉 好 輕輕拿起來 好 好 我來幫你們拿草莓苗 拿一個草莓苗 先找出他媽媽的位置 這個要期待 沒錯 有找到期待嗎 這邊 好 確定期待要朝哪邊 要朝這邊 朝中間的位置 朝裡面 好 然後要轉 輕輕的 沒錯 壓一下 壓一壓 健康的 健康的 好 放下去 把旁邊的土撥一撥 我們手手要放到這個洞洞裡面 對 把這個土撥一撥 讓他們兩個合而為一 剛剛玉琳的撥一撥是把旁邊的土撥 超可愛的 他把外面的土撥進去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把 裡面的土 稍微撥一下 等我一下 我剛好也看到一隻草莉 妳有看到這個小毛毛頭嗎 對 是草莉 我怕 我不怕 他在表演特技 他會把草莓的葉子吃得 一個洞一個洞 有看到他一直啾啾啾好嗎 好酷喔 有沒有 他的活動力很強 他的食欲也很大 除了就是我們看到 都要把他抓出去 讓他拜拜以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好朋友叫做 蘇莉菌 蘇莉菌 對 知道什麼叫蘇莉菌嗎 他姓蘇嗎 對 他其實是一個很特殊的蛋白 他對於蟲蟲的腸味道 他就有點像是我們喝牛奶 有些人會拉肚子對不對 對 這個蟲蟲吃到蘇莉菌 就會拉肚子 虛脫就拜拜了 對 所以我們不使用農藥 我們利用天然的菌類 然後把這些害蟲給趕走 對 那這些其實對我們人體沒有害 因為就像是乳糖不耐症一樣 沒有乳糖不耐症的人 怎麼喝牛奶都沒有事 對 那像我們人類就是這個概念 他會拉肚子 我們完全不會沒有感覺 下過雨後 其實他們就會被蟲掉 就沒了 所以他其實都是一個很安全的 不會說什麼噴了以後 永久不滅 對 好 這個就是剛好下過雨後 蘇莉菌沒了 所以他就是開始 囂張了 對 囂張了 我們就送他去拜拜吧 拜拜 好 那我們繼續來幫幫幫姐姐 種草莓了 好 幫幫姐姐 我想問你 像我們現在在種這些草莓苗 是怎麼來的 是怎麼來的 其實草莓有兩種繁殖方式 一種就是用種子 種子 沒錯 我找了一顆草莓來 草莓其實是聚合果 所以你上面看到一顆一顆一顆 這個每一個 都可以繁殖成一個 那都是種子吧 沒錯 它都是種子 所以這個一個一個 都可以繁殖出一個新的草莓 但是我們在種的時候 如果從這個種子開始種 要種好久才可以長這麼大 所以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叫做匍匐鏡 匍匐鏡 它的草莓媽媽 在長得很棒的時候 遇到很適合的氣候的時候 就會長出這個一根一根的東西 它這個其實是一種無性繁殖 它的無性繁殖 它長到一個節點以後 上面會長出小綠色的葉子 這時候我們拿一個新的土 把它接起來 就會出現像這樣子 一顆獨立的草莓就出來了 所以這一個就是草莓苗 對 一個就是無性繁殖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有性繁殖 所以這個長出來的小朋友們 可能跟爸爸媽媽都不一樣 但是用這個方式長出來的 它跟爸爸媽媽一定一樣 除非遇到一些不可逆的因素 它才會突然變得不一樣 但基本上它們都長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個叫做無性繁殖 對 那這個叫有性繁殖 所以這個上面都是 種子 對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這樣 直接整棵種下去嗎 可以 像我們在種的時候 我們會盡量把一些種子都挖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果肉很香 會引很多東西來 你可能種子還沒發芽 蟲就把那些東西都吃光了 所以我們在種的時候 會把種子都先洗下來 一顆一顆 專門就種在一個培養圖裡面 真的嗎 你們撥撥看 這麼小 可以撥嗎 一起撥 可以撥起來嗎 好像可以 超小一個的 那我們這樣從小小的種子開始種 要種多久 對啊 這種非常久 我們這個出來 大概兩個禮拜就可以長這麼大 這個兩個禮拜 你還看不到任何東西 好吧 那我們現在先放棄了 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就帶回家吃好了 好 好 才抽獻 來 趕快撥過 我看到好多蟲子 給大家看 好大顆 好像牙齒的形狀 真的有點像 對不對 我手起來趕快去採其他的 這個 這個可以 這樣 把它採 對 折一下 你看 我這一顆 看起來好紅 很漂亮嗎 我們找到那一顆 這裡 一顆 你看 都很漂亮 超漂亮的 好紅 好 怎麼看 超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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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豐收 超香 真的 我剛剛踩到一顆 超美的味道 不捨得回來 我也是 超大顆 超大顆的 你們又踩到自己覺得很特別的 有 這個 哪一顆 哪一顆 你們看 一二三 三八八 幫幫姐姐姐來幫我們檢查一下 好 我們的草莓採得怎麼樣 你們這個採得一萬分滿分了 對 太棒了 太棒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好好地來品嘗我們的草莓了 沒問題 太棒了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剛剛採完了草莓 要請幫爸來教我們來做糖葫蘆 是 歡迎幫爸 糖葫蘆作造過程中幾個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是它的糖的溫度要轉成 吃起來不會黏牙 是 那第二個就是它轉的時候要速度快一點 快的把它轉移一下 轉移一下 有沒有 好 很漂亮 然後準備冰水 它很燙 所以大家注意就是要把它放到冰水 它很快就融化 凝固一下 差不多10秒鐘它就可能凝固了 10 19 8 7 6 5 4 3 2 好 拿起來 看有沒有凝固 敲在盤子看有沒有 成功了 好 換下一個 那我們一起來 我們可以一起 可以 弄嗎 小心不要抖 好 來 好 轉一圈 轉一圈 好 抖一抖把它放進去 沒關係 可以一起放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看 好 倒數5秒鐘 5 4 3 2 1 拿起來 瞧瞧看 成功 成功了 太棒了 我買的糖葫蘆可以吃了 而且很漂亮對不對 快點吃 那幫爸 我們除了這個糖葫蘆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事 那我們等一下就做 聖誕老人聖誕樹的牌子 因為草莓這個季節 剛好在12月1月聖誕節這個節慶對不對 對 剛剛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 聖誕樹跟聖誕老人 沒關係 慢慢來 對 不要讓它斷掉 不要讓它斷 糖不用太多 對 少一點 你拉長一點 拉長一點 它的絲就會 對 沒錯 拉長一點絲就會比較稀 你可以轉一下 轉到背面去 對 好美 加油 好美 好美 而且速度要快對不對 對啊 因為你一拉上來的時候呢 你的糖就會馬上的凝固 對 所以我們在拔刺的過程 一定要速度快 嗯 怎麼那麼可愛啊 對 好 它有藝術感 我覺得蠻好看的耶 它怎麼停住啊 怎麼停住 來 我幫你停 我幫它轉一轉 轉一轉 一直拉到最後 好 拉到最後啦 分開來 佩琴你看你的 在空中飛舞的聖誕老公公 對 完成了 完成 好 佩琴 那你來做你的聖誕樹 聖誕樹 哇 聖誕樹 弄起來一定很美耶 對 你把它當作裝飾 加油 我幫你弄 然後左手要可以一直轉 對不對 要轉圈 要轉圈 哇 其實這不容易 但是做起來很有成就感耶 我也覺得 因為你整個跟我一樣 都飛在上面 對 小朋友都可以完成 最後面已經開始硬掉 對不對 對啊 好 那我們就可以讓它結束 哇 漂亮喔 好可愛喔 真的很像是夢幻的聖誕樹 跟聖誕老人 對 今天要非常謝謝邦爸 還有邦邦姐姐 帶我們體驗草莓 認識草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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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認識了草莓的生長 以及如何採收 那現在呢 來問問看小農夫 對於今天有什麼樣的感想吧 配型先來 我從來沒有想過 可以用草莓做糖葫蘆耶 而且吃到自己做的 會覺得特別好吃 真的 我學到了怎麼樣採收草莓 而且是我第一次採收草莓 我還學到摘草莓的小知識 要這樣90度彎這樣折起來 不然你捏緊它 它會變成草莓汁 沒錯 今天相信大家一定有學習到很多 關於草莓的知識 下一次我們還會介紹 什麼樣的作物給大家呢 一定要鎖定 快樂小農夫 下次見 拜拜